这样的是曾春磊和刘晓彤来打主攻 而瑞秋来打接应 所以这个轮次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 曾春磊其实打主攻的情况并不多 这也是无奈 一传不错 朱婷 朱婷第一下打在了网袋上 这个球呢 摇底给的 其实攻守很难处理 这球没有球头 我不怕你给高给低 就怕这个球没有球头落得很快 朱婷上来第一下还是试一下 并不是很成功 曾春磊继续发球 好球 这个斜线球找到了孟子璇 对 下坠得很突然 这剧情有点复述 上一场比赛 北京队上来先3比0 上来北京队今天势头也很足 发球还是不错 还是给朱婷 先用朱婷打开局面 发这个位置呢 其实对于天津队来讲是有点难受的 虽然是自由人 但是他整个球的方向和你二传插上的方向和二传给球的方向会有一些影响 对 所以曾春磊这个发球应该说也是抠得很细的 是 这是他们应该是在这几天找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改变 清掉 哦 这下 但还是这个问题 其实刘晓彤和曾春磊来打主攻呢 一传是没有问题啊 一传可以保证的不错 但是四号位的这个调整攻啊 四号位的强突破能力可能会稍差一些 对 把握不是很大 因为毕竟我们上一场就在说整个天津队的这条篮网线啊 非常非常的有高度 是 华尔克 这下防起来了 给瑞秋打 竹亭连续两个好防守 好球 这个球很聪明啊 胡克尔轻轻一抹 胡克尔呢还是点很高 对 也就手形上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变化 桥掌 无功过往 连续两次都推后驱啊 这是天津队机会 好球 还是胡克尔 就从网口上来讲 北京队确实比较吃力 对 连续的给到两边拉开啊 两边都能比较出色的完成任务 因为胡克尔他没有一传的任务啊 对他来讲 他在前排确实是比较轻松的 对 主要就是负责来进攻的 嗯 这个球一传和二传之间啊 就是二传没法调 我们看到从天津赶过来的拉拉队 这都不算是远道而来 不算远道而来 出门一小时生活圈 是 好球 这下出手非常快 嗯 后排 这个也是纯靠攻守在解决问题啊 因为其实雷海玲的球都 就是这球出去啊 手上的劲不够 所以攻守都是追着球在打 这个其实蛮累的 这就是现在啊 雷海玲是全北京队需要 替他来解决一些问题啊 替他分担一些 好球 非常清楚 这个球攻守还是发动的很早的 嗯 这就是我们说的 今天北京队需要面临的一道 难题一道加一道 一道加一道的难题啊 首先 就是他们这个二船怎么解决 好球 从教练的排兵部阵来看 还是想先把这个一船给稳定住啊 嗯 但你看王口确实是比较累 王口上现在被天津队牢牢把持 基本上在身高上是处在对不上的这样一个状态 天津队还是迅速的把比分拉开到7比3 一船半到位 强行调整啊 好球 这个球是纯个人能力 当然这样呢 其实从教练的选择上来讲呢 可能 他还是很相信锐秋的进攻能力啊 那么他后手留一个八旗呢 就是如果 曾初磊和刘晓彤有哪个点 卡伦卡的非常严重的话 那么就可以用八旗来替一下 哦 好发球 锐秋上来啊 是有作用 他的进攻能力确实是可以的 诶 比分迫近到两分 今天能感觉到天津队和第一场比赛相比 心态轻松很多 没有像上一次那么拼发球 就纯用高度来打你 因为上一次呢 也是朱婷复出的第一场 所以天津队还是 也是抠得更细一些 那么这一场相对来说 天津队心态上要松不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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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判断很准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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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发球 刘晓彤的票发是自己的特长 这样呢 等于北七有两个发球重炮手 这一局已经两个人各有一分 对 如果再加上曾春雷的这个怪球手 这个发球其实也很有威胁 好球 打探头 天津队不错 这个反应不错 这一下是自己手上有一些失准 关键现在攻守的压力真的很大 一传的情况也不是太好 然后二传呢 出来的球确实有一些软 所以对攻守来讲 有难度还是蛮大的 对 李盈盈来到发球位 盈盈的发球也是很好的 对 后排 这球用自己的强大的身体协调能力 但是还是没把这球给救回来 竹田云王口啊 确实是 处理的手段非常的丰富 是 球感很好 场上的位置感也很好 他也就是顺势的推过去 对 这一下的变招非常非常的奏效 弹网弹 好球 借手出界 这轮其实北七女排挺难的 两点攻 而且是曾成磊的两点攻 所以尽量都在运用后攻 对 瑞秋啊也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 把这问题给解决了 有效的篮网 对 对 在组织 那这球还是二传啊 后排 大开网 对 强行救回 这个球实在是 这个球确实对曾淑莱来讲太难了 本来他就是左手 然后在四号位又是一个大开网 又是背后过来的球 所有能有的困难都赶上了 四号位好球 还是用经验 对 这个球确实也没法打了 只能掉了 对于底下的保护 第二下不够 但是今天天天队队 其实节奏也不是太好 对 主要是我觉得姚迪也有一点 没有掌握住这个节奏 所以显得有一点乱 相对来说天天阶队因为放松 就跟上一场的第三局一样 相对放松的时候 有一点松 就不会说每一个球都追求的那么精致 我发现 就是小二传啊 上一场是上去是懵的 不知道自己会上场 没有化妆 今天化妆 颜值挺高的 挺好看的一小姑娘 但是现在这个 船球确实是 但二传也没有办法 二传本来成长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 经验磨出来的一个位置 哎 好球 包括今天给朱婷的几个球 其实也都不是说给朱婷打得很舒服的那种 对 当然北七今天防守是很好的 一传和防守应该说基本还是稳住了的 是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 刘小彤 锐秋都在前排 北七是回到了第一轮 对 对 一传不错 这一下就是变化 自己的这个反应够快 还好攻守够高 对 我原来也是 嗯 抹到这个球了 你换一个这个1米85左右的复攻 可能这球都不一定抹得到 对 一传半到位 好球 廖小彤还是下手很快 看林盈的调整 行程回合球 好球 还是给林盈 好球 林盈这个球打得要的位置很掉 嗯 这个就他这样升高的左手主攻啊 能在四号位打出这样的球 对 这个球扣出来就基本无解了 对 他其实也不算完全发力的 嗯 带一个内旋的这个拍过去 刚才北七在很艰难的情况下 就靠着锐秋啊 像攻城锤一样一锤一锤凿 但是总是凿不透对手 锐秋是一个进攻能力很强的球员 但是他也不是像朱婷这样的球员 他不是一个变化很多的球员 他不是一个像朱婷这样绝对的 世界一级的主攻手 我第一级的主攻手 对于是这个 还没有到这个能力 对 我觉得从队员到教练 心态都很好 心态都很好 嗯 对于北京队来说 他们其实也知道自己的整体账面实力上要处在下风 很多时候可能也是成故欣然败一喜 这边锐秋做了一个变化 谁说我不会变化来着 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调球 真的还好像锐秋啊 包括曾顺利刘晓彤都是很有经验的攻手 所以不断的在跟二船去 这鼓励二船 嗯 赢自己接的一船 对 自己攻自己扣 我们看第一局 现在天津还是领先三分 领先四分 16比12 嗯 王一竹替王源来发球 王一竹也很年轻啊 2001年的应该是 哇18岁 大球比较 这个时间有一点长啊 中间停顿的时间 上来之后没有能够说真正的把这个球给发到 但是其实能看出来还是瞄着这个点去的 就是拼发球啊 锐秋的发球前面是有得分的 这一局前面是有得分的 对 还是中炮 嗯 朱婷过来帮孟子玄接的这个一船 莹莹 清掉 漂亮 莹莹的调球啊 其实也成长挺快的 对 因为调球这个东西也不是很好练 你的手感 手法上确实还是需要慢慢磨一下 但他的调球 嗯 就其实龚翔羽的调球就是弧度太高 嗯 莹莹确实调球这块进步还是很快的 其实调球有时候啊 是一个技术活 另外一方面要磨练的是 当你的重扣足够有威慑力的时候 你的调球能有更好的分散对手注意力的这个效果 北飞 好 哦 这一下应该是中 啊 没中 盼的是出界 看北京都要不要挑战 嗯 果然叫了挑战 嗯 阶外 差的还是比较远 是 所以打完这个迪克森自己感觉确实是出界的 对 但是那教练这边还是挺挺节奏也是后还是可以的 天津队继续换人发球 一场又出现了太冲的问题 好球 这个球朱婷做了要后攻的动作 但是呢 准备了后攻的 但是这个姚迪还是给了四号位 对方的三人篮网都猫到了 对 这个球离网还是有一定距离 而且给的比较开网 其实对于银来讲有点躺着在扣这个球 对 好发球 哦 这个球 还是有点勉强 嗯 曾正磊 这一轮四号位呢 确实 比较难处理 嗯 曾正磊作为大姐 也在主动揽责任啊 其实 呃 大家都在保护这个 呃 雷海玲这名小的年轻球员 因为确实他这个也是 一个赛季没怎么打过 突然就被拉上来要打这么重要的比赛 是 好球 确实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好二传是磨出来的 嗯 我觉得他这段稍微好一点了 就是没有这么追求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球传的快一点或者怎么样啊 嗯 我基本先把球立住 对 这个对攻守来讲呢要好很多 好球 哎 我们听现场的这个宣告员啊 嗯 也是词一套一套 对 这个太勉强了 嗯 也应今天 15刷有点多 对 从第一局来讲 这样呢 追到分差应该只差一分了 哎 而且这一轮啊 其实因为杨毅在场上 所以解放了这个 呃 朱婷的遗传 嗯 但是姚迪呢没有给朱婷 哎 哎 他近一点 对 对 对 他三一轮就在场面 哎 他一起跳 进来就掉了 抓他 他去 对 啊 他 他 一两天打 一两天 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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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边都差了过来 他比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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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比保护啊 来楼 下楼 教练说了很多 最后朱婷只说没问题 哈哈 哈哈 嗨 白说了 主要还是要让不要打背飞啊 另外要打快一些 对 就是你打背后球呢 宁可给被快来打 对 另外呢 还是说这球啊 不能传的太开往 传的稍近一点呢 这个公司比较好处理 哦 朱婷被拦掉一个 这个球还是 就是二传处理的时候 就不太好处理 也是这个问题 对 球还是低啊 朱婷已经在强打了 对 好球 这个球是朱婷的经验 十八平 十八比十九 比分今天上的稍微有一些慢 天津领先一分 好球 保护的不错 纯靠经验在打 他这一轮两点弓的四号位 确实是蛮难的 之前有一场上海对北京的比赛 打到第五局 就是用曾顺典去跟刘晓彤打主攻 打对角 然后呢 当时就是这一轮两点弓 其实被卡的还是挺难受的 对 换上一号任凯仪来发球 好球 这个球舒服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 攻手扣的舒服的球 是什么样子的 在最高的点上 所有人拦不到你的情况下来扣 昨天也是在跟姚迪示意 刚刚那球 确实站这个穿得很好 好球 这球也是王渊这边 跟朱婷开局 那个球很像 对 其实本来是一个北京的机会 这个球传的 雷海林传的不错 对 但是还是被拦网拦住 最后造成了 找到了北京队的空档 保护起来 这一轮呢 是 曾春蕾在二号位 然后瑞秋在四号位 但是两边都过不去 对 对面三个是胡克尔 王媛媛和朱婷 四号位是朱婷 对 三个一米九以上的高度 蓝王确实是好 对 朱婷 这个官方报 身高应该是已经报到了 一米九八 朱婷报的是一米九八 王媛媛也是有 一米九五 胡克尔是一米九三 但是他又是练跳高促身 对 弹跳本来就特别好 教练也是在说 你得正常打 确实对手篮往是比较高的 对 就是我们都看出来的问题 普通观众也能看出来的问题 教练肯定也知道 这是北京队的短板所在 这个没法解决 而且 对 不是说靠努力就能解决的 或者场上的什么战术 能解决的 就是有一些分数 必须得承认 这得给天津队 但是其他的细节 如果做得更好的话 可能北京队能有一些 好的机会出现 这个球 曾成磊应该还是想 打一个借手 想平打 因为确实天津的整个防守阵容 也是压得比较靠前的 所以呢 底线这块是 如果打长线是有机会的 对 还是打快 这个就打到手了 好像雷海玲跟张宇的配合 还可以 连续给了有两三个快球 配的还是能够配得上 这个球也很有威胁 今天曾说也发球 都是找的这个孟子轩 对 直接造成了对手的挥球过往 刘小同大探头 嗯 空网了 完全晃开 嗯 现在天津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出现失误 北京队奋力在救 天津队要舒舒服打一个 好球 防反的机会呢 上球上的稍微远了一点啊 离网远了一点 然后姚迪给李莹这个球呢 也不是给的很舒服 对 北京队换经验上来发球 今夜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应该是北京队发挥最好的几名球员之一 有效篮网 好球 连续被北京队打中反击 嗯 也在问了 因为朱婷是在后宫这轮 现在天津队已经连续浪费了两个局点 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局点 也是现在手里握着的最后一个局点 关键是三点攻轮次 嗯 一传也基本都是到位的 啊 好球 最后还是林这边解决问题 对 那么第一局天津队就以25比23 还是延续着对北京的这种 不败一局的 记录 我们稍试休息 来看双方下一局的比赛 下局开始下局 下局一半 几个局 下局 上局 下局 下局 中文字幕 下局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其实甚至还有几个篮网得分 这是北七女排在第一局上的一些亮点 但是天津女排这边 姚迪的第一局发挥确实是有一点 差强人意 就是整体上他作为高烧船 你首先得把节奏控制住 尤其是这种 其实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比赛 但就像我们说的 天津队今天的整体心态 要比上一场放松很多 好球上来增出来二号位 增出来的发球孟子璇要特别注意 然后这下想要拼到一个后区的点 江春瑞还是没有打好 自己也说没有打好 他的发球基本上在找孟子璇 包括李盈盈 没找过朱婷 朱婷现在的遗传 就是不太能对朱婷有足够的杀伤 还是要找刘晓彤这一点 刘晓彤这一点 确实现在有一些困难球 你要让他一定要突破过去 是蛮难的 对 他不是那种 就是说绝对的强力主攻 他可能是一种 就是比较有冲劲的 这样的主攻类型 16年打巴西那场球 还是打得非常好 这个感觉是强力主攻 对 但这是从整个职业生涯来讲 刘晓彤不是像朱婷霖这样的主攻 对 好球 林玲 bank的球呢 他不怕这种背后来的球 他也不怕开网球 但球你一定得给他立柱了 对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 而且轮次上也没有办法 因为曾春蕾跟刘晓彤打主攻的话 总有人都得去面对胡克尔 是 这个是没有办法 如果用八旗 你可以用八旗去对胡克尔三轮 相对会篮网上可能好一点 放眼发球 在手型的控制上 锐球还是没有特别细 因为接应打直线跟主攻打直线还不一样 主攻的直线球你可以从二船头上去下 接应的直线球 你面对的这边都是朱婷 李莹莹的端篮网 这没那么好打 这个球也是姚迪的背后球 给的太低了 胡克尔跳起来 几乎要等到落地再去打了 对 胡克尔就恨自己直空时间太长 5比3 现在天津还是领先北京两分 探头 这下不够掌事情 朱婷的一船送上了网 但是同样也是盈盈的一船 因为瑞秋的球还是重 对 所以接一船的时候还是得卸一点力 连续两个球 同样的动作 都是被打了探头 今天天津队比 就是北京队比天津队准备的要更充分 嗯 哦 先吹了处啊 北京队6比5反超 嗯 应该是开局2比1领先之后 第一次领先 对 这一轮发球还是效果很明显 对 现场球迷的热情也被点燃了 加油 开局 我把运务来打 起来多管我 来 加油 加油 这球继续发球 第三个 嗯 好防守 这一下还是很有经验 这个就是朱婷的球感 他第一个一传 其实就是往往口再多送了这么一点 对 所以这个时候明显就是处理的很好 这就是朱婷自己的这种能力 他的自我纠错能力会非常强 自己就把自己比赛当中的bug给修复了 好球 顺势的二次攻 这个球也是没法打 只能推 对 但盈盈处理的很好 对 这个每次看胡克尔 因为他带了一根发弹 但是你能看得到他发际线的高度 然后你再看盈盈这个浓密的秀发 挺有意思 好防守 可惜了 你看朱婷一米九八的身高 但他真的是非常的 一下就能下岔 对 敏锐性很好 舞蹈的底子 这批其实中国女排的这批球员都是这个特点 很高 你包括张川宁 包括李英都很高 但他们的整体的协调性特别好 对 后排 打飞了 今天整体感觉天津队手上啊 有时候多一点 有时候少一点 总是好像 就还是松啊 不够精确 没有扣得这么紧 对 好球 应该是前排又有人触网了已经 9比7了 9比7了 对 北京队连续的得分带起了场上的一段小高潮 这个球呢 其实后攻 瑞秋也很难处理 对 但是天津队的篮网啊 没有同时跳 应该是隐隐跳完了 对 好球 继续破坏对手的一传 华尔科无功过往 经验 丝毫为左手 对 11比7 看要不要再掉暂停 要调整人了 至少是 反正一个暂停没止住 对 换杨毅替一下胡克尔啊 这个就是刚刚我想说的 这个 其实呢 进攻效率来讲 朱婷和李英都要比胡克尔来得好 对 但是呢 朱婷离和李英是要接一传的 这个就是你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你的接应可能 其实不是 队里的这个最长攻击手 但是他又不接一传 而且没把进攻的事干好 哦 再得分 李英这边连续受阻 对 这个球 北京队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把球救回来 然后拦住了对手的强攻 这个球很难啊 我们看刘小彤 没有放弃 嗯 雷海林把球给过去之后 这边双人篮网 迪克森 这个球太长士气了 这段时间里边 呃 北京队这个就是什么呢 背后是万丈深渊 嗯 没法再退了 是 退无可退 换二船了 陈行同上来 对 就是姚迪今天和全队的配合啊 还是之前说的可能有一些问题 嗯 这个球赢就处理的很漂亮 嗯 搓过去的 赶紧看一下轮次 对 因为连着换人啊 轮次会有点乱 对 二船接应都换了 二船接应都换了 一船不错 推了一下 哦 这个球 到朱婷手里结束了 对 朱婷这个球也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仰着把球给打过去 而且质量非常高 这个球配的也是不错的 再给 好球 好球 连续两次啊 第二次终于把球扣中 哎呀 还不错啊 这段时间 哎 慢慢的被全队这样宠溺 但宠溺以后啊 成长得非常快 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慢慢的和全队的梳理 也变得更顺畅 好球 陈寅彤的出手 确实他球力的还是不错 是 球力住了 攻手好处理 你看这个球 其实你说节奏上 也不是完全对的 但是球力住了 这个李亚南 就能够找到这个击打点 对 李亚南发球 哦 还是太想拼了 就其实这样 北京队这种好的表现 会激发天津队 对啊 在之前太松了 发现 其实没有任何 对 没有任何可能性 能够把北京队给拿下 那对于天津队来说 可能也会做一些 心态上的调整 破坏一传 好球 今天孟子玄一传 也是被冲的挺厉害 但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呢 也是一个 他的遗传面积很大 另外呢 他尽可能的想去保护一下 李盈盈 这下朱婷 再一次 洋装 扣球的时候 突然改掉 王口还是有优势 天津队排王口的优势还是明显 这个球呢 其实明显应该打直线啊 但是呢 因为太开网了 直线拐不过来了 因为直线是陈兴桐这边 直线是杨毅这边 也没有完全的这个 封住直线 是 斜线呢 你打在王源手里 天津队机会 朱婷 朱婷 朱婷可能有一点意外 我竟然没摁死这个球 对 在天津队遇到麻烦的时候 朱婷还是 在最合适的时候 越到前台 这样分他追到两分啊 北京女排这边就要暂停 前面一段时间 北京女排打得非常的好 在这一段 天津队女排 渐渐的找到自己的节奏 调整了心态之后 北京女排现在又要 针对对手的变招 要进行改变 我们听到啊 曾成磊说 我来打一个 看一下 给了张宇 他跟张宇的配合还真不错 是 雷海琳 这个他跟张宇的时候 基本今天都配上的 好防守 还是朱婷云这个球感很好 别接了别接了 16比14天津队落后两分 这球出现了配合上的小问题 这小同调了一下节奏 王口 还是给盈盈 好球 这下还是没救回来 北京队今天多次上演这种 绝地扑救 绝地救球的这样的戏码 很拼 对 对于北京队来说 他除了拼没有 是没有别的路可走 没有别的路可走 天津机会后排 还是天津的机会 这样比分追平了 16平啊 天津队还是 这边要换主攻 今夜上来 四号位下不去球啊 关键是 是 连续防反当中 四号位都下不去球 换一个人 换一个节奏 好球 还是给张宇的快球 嗯 背快 连续防反当中 连续这个直线球真的是 嗯 杀伤力很强 嗯 继续 还是给背快 这球没法打 嗯 还是赢 往赢几乎站在三号位吧 三号位和二号位中间的位置扣的 网口的优势还是明显 对 好球 哎 今夜上来也是给天津造成一些变化 前面那个球确实给的今夜根本没法打 对 这个球呢好发力了就还有机会 这就是双刃剑啊 今夜上来之后对天津当然是一种陌生感 对于雷海林也说来说可能也是一种陌生感 刚刚跟自己的主公像刘晓彤可能配熟了 哎 哎 曾成了一把球分离就起 嗯 还是天津的机会 清掉 好了个很复杂的战术 嗯 双倍飞 我们上一场比赛也说过 现在双倍飞几乎是不太看见 绝技江湖啊 曾成也真是不容易 对 那这个球呢其实也没配好啊 但是最后洋溢处理的不错 对 陈欣彤至少替补第二局替补不上来啊 整个传球的思路很清楚 嗯 嗯 还是盈盈 陈欣彤呢就是能 给到两个主公去解决问题的球 嗯 还是让朱婷和林多打 然后呢 二号位也要偷一个 为什么呢 你要把对方的篮网和防守稍稍拉开一些 不然全部对着你的四号位 也是很痛苦 对 北京队应该再次叫了暂停 我还让你来 我开始教训 是什么 我开始 大人 我断了 我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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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收起 你 走 我 你 快点 走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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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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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氣 加油 歸氣 加油 好球 反擊 瑞秋打死 給朱婷的大開網 這個球出界了 這個球第一時間出界看應該是不是要回放 沒有 沒有進行挑戰 林今天球量也很大 所以感覺上進攻效率確實沒有上一場那麼高 但這個也正常 好球 這會兒確實雷海玲的球基本都能立得住 那連續防反當中 調的球就不一定了 有時候因為不是他調 比如說王林調之類 就連續防反當中 給球的質量可能沒有那麼高 但是一攻基本上都立住了 是 朱婷 一個調球對面仍要馬翻 是 天津 天津的排球迷是幸福的 22比20 天津隊領先2分 再用劉曉彤換回來 換下經驗 好球 他這連續幾個給瑞秋的後攻都是給的不錯的 對 球是立好的 這樣的攻守就可以找線去打 然後 他變成了 好球 好球 但是他還在不禁止 就出了 跟王源的双人篮网 把这个球给打下去 就你能感觉到 曾春雷在这支北京队 他起到的作用 不仅是我们常规意义上 看到场上的这种战术作用 同时可能还有心理上的 对于其他运动员当中 是一个大姐姐这样的 更衣室领袖的这样的作用 在最困难的时候 往往是他来率先采取变招 和承担责任 我们北京的球连拿出纳涵胸 北析 加油 北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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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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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队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又把球给扳平了 嗯 这个就是机枪都架好了 上子弹 然后再出击 一切都太顺了 对前排把杨逸换下 把胡克尔再换上 打标志杆了 应该是 对 24比22 又是局点 对 就直接是奔着标志杆取了 嗯 可惜 陈青东替补上来 整体表现挺好的 他上来之后 基本上球都是给攻守能力住的 攻守要打得舒服不少 是 天津队现在还握有一个局点 嗯 24比23 看看 曾凡雷的发球 很关键的这个发球 很关键 好球 好球 朱婷这个球真的是 角度切得真漂亮 嗯 第一局是李盈盈 第二局是朱婷完成最后一击 两局的比分都是25比23 我们稍微休息来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中国网络的表现 我们现在已经入了 安台工人 离开 明天 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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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局 四局 二局 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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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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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腾讯体育腾讯视频的网友 我们继续来看北京对天津这场比赛的第三局 前两局比赛天津队都是以25比23 连续拿下两局 但是其实北京队的表现一直不错 天津队更善于打这种关键球 在关键分上能翻过来 还是王口的绝对实力上天津的优势还是明显的 对 北京队还是第三局 曾初磊这边来开轮 天津也没有变化阵容 还是姚迪回来了 上来朱婷好像这一局气势开场不太一样 天津队啊 想要在这一局比赛收摊了 前派有人出网吗 没有看到裁判员的手势 现在1比1 一船半到位 胡克尔 这一下两名北京队球员 自己打在了瑞秋的身上 其实就目前的表现来看 雷海玲这名19岁的二船 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是及格的 是 我觉得不错 后面调整的还是可以的 刚上来大概前十分球 确实有一点 有一点还没有找到的状态 到后边好像慢慢的找到点状态 他也是第一次打联赛嘛 北七原来像陈兴桐 在北七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主要船 所以他确实是还是很小 中了 今天尹兵确实下球率没有往常那么高 形成了回合球 给刘小彤 漂亮 刘小彤这个球打得非常聪明 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 给到一个腰线的位置上 这球真是非常有想法 破坏一船 分力调整 北京的机会 好球 刘小彤这个点连续下球 第三局的开局 老彤这个点连续下球 嗯 继续发球 北京队调整弓 后排 还是躺着在扣这个球 篮网 看北七的机会 好球 还是刘小彤 漂亮 嗯 廖小彤连续打出几记神仙球啊 天女排叫暂停了 下手非常快 这还是他的特点 而且这个邪性啊 要得很狠啊 完全避开了篮网 加油 加油 来来来 来来 加油 姚迪和 加油 姚迪和李莹也在说 对手防得好 哎 举贤不避亲 还是要换二船 今天的比赛来讲 陈兴彤确实打得比姚迪清楚很多 是 天津队在第二局也是因为换了二船 对于进攻的梳理会更加流畅 看一下这次换二船的效果 现在北京队拉开了一个相对有一点点大的分差 6比2 4分 表彤这一阵也是达到了自己状态好的时候 好球 连续都是朱婷上的球 球是上得很舒服的 嗯 然后胡克尔和李莹第三局开局两个人下球率都不是太高 对 哎 出现了一个配合上的失误 勉强打过去 这个追分啊 天津队追分是快 对 就是4分到底对天津队算事吗 可能有两个这样的核武器的天津队来说不是事 而且啊 林前面几个球都是打在曾春蕾手里 曾春蕾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所以也是看一看考虑一下球点 嗯 好球 后半段应该说雷海林跟两个复工的配合 基本都是该打出来的都打出来了 嗯 打被飞 破坏一传 嗯 哎 这一下还是防守的时候出问题 这就是防守好和差的区别 哎 你像曾春蕾有一些很难的球他都能救得起来 嗯 但是有一些球可能你像瑞秋这个球其实到手球了 嗯 但是送过了我 是 就我们总说一传是球队一支球队的生命线保障线啊 就在这 一传如果出一点问题的话 后边这个问题会越拉越大 好球 还是让瑞秋干点这种事 哈哈 每个人干自己擅长的事 对 瑞秋的强攻今天发挥的还是不错的 打下去不少困难球 嗯 好球 这快球打得很突然 是 而且陈欣彤和两个复工感觉上配合也是挺默契的 天津女排其实复攻的备飞啊 因为只是他们的特色 嗯 还是不断的通过瑞秋来完成后排的对于分数上的补给 嗯 因为这一轮也是增出了也在四号位啊 所以会更多的利用一下后攻 包括瑞秋到前排之后 也是会更多利用一下二号位 听这个真的是 嗯 不讲道理的扣球 对对手的防守来讲其实真的挺绝望 对 没有办法 嗯 你看 王林的这个表情其实就说明了这个球有多困难 你看这个球几乎王林已经扑到三米线了 对 你 但还是没有完全的对准这个球 天津队一传也是不算特别好 再调 太低了 哎 哎 这个球王林远远反应有点慢啊 对 朱天英网上的这个球应该是王林远远要去跟张宇啊 还是个胡块 你看朱婷是一个没有主客场之分的球员 到哪儿都有主场 还是用经验造一个打手出界 胡克尔的端篮网确实也一般 他虽然点很高 但是像这个球他也没有封到 真正封到这个 对 北京队再得分12比8 孟子权今天一传飞的不少 作为自由人来讲 你看孟子权现在的表情 笼罩在一片绸云惨雾当中 但他的确实也是压力大 一传面积很大 两边都想要保护一下 所以挺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 好球 看朱田也是赶紧再跟孟子权沟通一下 朱田今天一传基本都是到位的 有直接送分 但是整体到位率还是很高的 北京队还是保持着4分的分差 领先优势 哦 发到 看天津队要不要再交暂停 嗯 发到 没错 天津队赶紧叫暂停了 5分的分长 赶紧生死的三北京的球连是好样的 北析加油一起来 北析 加油 北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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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还是瑞秋发球 这个球一传是朱庭接的 完全到位 嗯 再用杨毅踢一下胡块 后排来踢个三轮 加油 杨毅在呢 大家的一传压力都小一点 对 刚才的5分是不是天津队到今天这场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落后分差了 哎 哎呦 还是5分的分差 嗯 李亚南 好球 这个球在空中的制空时间挺长的 李亚南很实用的副攻手 嗯 身高不是太突出一米八七 但是他呢 呃 没有明显的弱点 嗯 篮网也不是很 也不差 哦 还是盈盈的后攻打死 对 这下几名球员也是盲中出错 这后攻给的还是挺突然的 因为朱庭在4号位前排 哦 打一个握过 嗯 还是 到位慢了 没能贴住网来做这个篮网动作 对 球在网和篮网手中间掉下来 任凯亦替迪克森发球 哦 现场就是天津的球迷也不少啊 哦 这个是标准的二楼打一楼 对 陈兴同确实他给朱庭的球能看得出来 给的还是挺舒服的 是 朱庭都能发上力 呃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到朱庭的几次很好的扣球 都来自于陈兴同的传球 三分 天津队继续在破镜比分 嗯 林亚南今天的发球失误稍多了 这应该是第三个 嗯 门口就回来 好球 这个球还是 其实杨毅只是轻打 但是后排的防守 送的太上网了 还是被朱婷抓住了机会 这个位置 二传跟朱婷拿什么枕呢 对 雷哈林 1米80 朱婷应该有1米98 高将近20公分 有效的篮房 还是给朱婷 找一个打手出界 这个张宇确实 跟朱婷相比呢 经验差太多了 对 这个球就是对手就要打手 你就把手给对手了 对 打到现在朱婷19分 林15分 胡克尔又11分 然后北京女排这边 瑞秋15分 刘晓婷9分 曾川也8分 迪克森有9分 也就是说 北京这边应该只有一个上双的 其实北京这边已经不错了 几个人发挥还是比较平均的 对 好发球 好球 这个球呢 位置上来讲 其实自由人去补也是可以的 今夜替一下曾春磊 曾春磊有一点懊恼 对 这个呢 怎么说呢 其实也是比赛当中正常的情况 心态还是一定要平 就是曾春磊已经是北京队最有经验的球员 可能是心态调整能力最快的球员 但依然会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出现情绪的这种波动 瑞秋也是造一个打手出界 天心队组织好 正好拦到朱婷一个 这应该是今天朱婷第二次被拦 这是张雨拦到的 张雨拦往点还是够高的 而且边上因为是瑞秋的 所以两个人点其实都挺高的 朱婷也没法动直线 好球 刘晓彤这个球打下去的话 分差又回到四分了 而且北京绿排已经上二十了 到目前为止 北京队还没有用过八旗好像 他们还是藏了一张牌 这个问题就是 一可能也没有副功能替迪克森 第二上八旗确实 这个遗传的压力太大了 对 我们刚才在主题台上看到了赖亚文 领导都在 包括排管中心那些领导也都在 阮球特别好 一直在鼓励着雷海林 这是一个养成系的这样一个队友 给盈盈 好球 这个球应该是 我们看裁判守着 给了得进 当然要挑战 对 王宝全教练 其实他的一些就是整个的执教来讲 抠的还是很细的 包括你看他二三局用杨逸替胡克尔 后排多打三轮呢 就是 效果还是不错的 能够解放一下朱婷 包括缓解一下林这边遗传的压力 对 嗯 嗯 节外 也是 停一停节奏 对 再换人 迪克森到前排了 好球 好球 昌宇这个后排跟球完全没关系 已经跪着了 对 这其实也是防守习惯的问题 而高个球员呢会有这样的问题 包括 不喜欢动脚 可能先去撩啊 这些都是 习惯的问题 诶 失配啊 这个错误出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关键时候失配啊 还临自己情绪上可能会有波动的 年轻球员啊 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鼓励 看一下 哦 是战术应该是没有沟通清楚的 对 嗯 他呢是想给后 这个 背后球的二号外来去打 但是迪克森根本没有跑背后球 对 突然多的球腿呢就也有这种问题 二船如果一直是主打二船的还好一点 因为临时换二船确实 大家的沟通上 王渊又是发球失误 三分 今天天津队在这个第三局 苦苦追赶 对一直好像就翻不过来 前两局的这个翻盘的戏码没有 至少到现在为止啊 还没有上 但是你像这种发球失误 在这种时候就很要命 明明对手刚暂停回来 然后对手一个适配之后 其实是你追风的好机会 对 明明打手出界 两分 好球 崩手 23比20 就是平打绷手 还是很有经验的 遗传保证 后排 朱婷的后宫 漂亮 王林这个自由人真的是 朱婷这一下晃倒了一片人 这种球作为自由人 还是应该能够到位 把球揪起来的 欧林这发球失误也是 但他这个球呢 其实很拼 其实很接近了已经 这个发球失误在这会儿 挺可惜的 对 因为他的发球轮本来应该是一个强轮 北京队拿到第三局的局点 放下来 好球 主题这个球 切在两米线吧应该 对 这个球啊 是胡克尔接的一团 胡克尔这个防守 难得 对 因为胡克尔防守 其实一般了 北京队还是握着 两个 两个 两个赛点 两个 两个 局点 对 这个球又发球失误 连续的发球失误 让天津队输掉了第三局 那么稍稍休息 我们将看双方第四局的比赛 双方第四局 比赛 青春肯定大臣 李卓宏和博晓 请双方第四局 交换场区 场上主席 主席 主席 接下來我們場三國旗可出席樂隊台收集合作的AX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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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